巴拉巴巴巴巴拉 银子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巢穴仙风 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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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嘿 狗狗Bus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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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吧 哥德马上赶到 巢穴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万편守护你的笑 或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贤阻也不怕累 小八车 玩兵子交个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巢穴仙风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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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 就是長旭先鋒 電腦和測溫移的聯絡斷開了 我沒辦法操縱他們回來 哥德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沒問題 甜甜 哈哈 好久沒用我的潛水模式了 哈哈 哥德 我們要先回到基地 給你配置上潛水裝備才能下水呢 嗯 甜甜 那個海洋測溫移非常重要嗎 嗯 受人類活動的影響 全球海水表層的平均溫度每年都在上升 對一些海洋生物來說 海洋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差 所以 我們需要海洋測溫移 來記錄海水表層的溫度變化 是的 這些溫度數據對科學家來說非常重要 啊 我知道 在漁民捕魚的時候 能通過海水溫度高低 來判斷魚群會在哪條洋流中聚集成群 沒錯 對研究地球氣候變化和航海來說 也同樣重要 哦 只像我們給艾莎過山日時學到的冷暖洋流交會的地方餘更多 說得美色 哥德 看來 我們得回去準備準備啦 嗯 甜甜 我還有個問題 會有軟軟的 灰灰的石頭嗎 又軟又滑的石頭 我可沒聽說過 好 或許我們能回去問問夏拉斯 嗯 甜甜 救命 那是什麼 會像獅子一樣吼叫的海洋生物 那不就是海獅嗎 海獅 你們看 那邊也有 哇 他們好可愛啊 哇 我能摸摸他們嗎 我剛才摸得很順滑呢 我覺得 我們可以再摸摸看 哇 他們好兇啊 這邊呢 得到我 啊 啊 啊 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被海獅從海灘上趕走了 我還想和他們做朋友呢 海獅是性情溫和的海洋哺乳動物 而且他們也很聰明 我想 她可能以為你們會傷害她吧 嗯 我們只是想摸摸他們 並不想傷害他們 對吧 甜甜 啊 當然 我正在查這群海獅 在海灘上活動的時間和範圍 等我們出發去打撈海洋測瘟儀時 就不會打擾到他們休息了 嗯 甜甜 或許等我們收回了海洋測瘟儀 能順便再看看他們呢 嗯 這也是個好主意 什麼 真的嗎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去打撈測瘟儀呢 哦 小金 我都快看不及屏幕了 資料還在傳送中呢 哦 嘿嘿嘿嘿嘿 好了 就讓我來看看 下次看海獅是什麼時候吧 這群海獅怎麼老是在海灘上 他們會不會是擱淺呢 嗯 怎麼會這樣 別急 小金 先讓我們集合起來吧 海獅捕獵的時間都在白天 偶爾上岸曬曬太陽 直到晚上才會上岸休息 這群海獅們一直在海灘上休息 甚至都沒有怎麼吃東西 哦 那 會是什麼導致他們擱淺呢 現在他們忘記捕獵 甚至忘記回家 這跟海獅中了生物毒素後 發生失憶的情況很像 中毒 到底是怎麼回事 萨拉斯 快跟我們說說吧 這種生物毒素大多來自軟骨藻酸 它是一種叫米菱形藻的海洋植物 代謝時生產的神經毒素 而這種藻類植物 又是大部分魚和貝類的食物 海獅的食物主要就是這些魚和貝類 這就讓軟骨藻酸很容易進入到海獅的體內 軟骨藻酸的毒性大小和海洋水溫也密切相關 對了 海獅溫度上升會讓一些藻類繁殖得更快 這也會讓軟骨藻酸含量升高 更容易讓海獅的大腦受損 嗯 可憐的海獅們 他們需要趕快進行藥物治療 我有個想法 海獅們非常喜歡吃魚 我們可以把藥塞進魚塊中 現在他們一定很餓 也許不會像之前那樣排斥我們 嘻嘻 我的運輸車模式可以幫上忙 哥德 在這之後我們還需要去一趟海底 別忘了那裡還有我們的海洋測溫營 那事不宜遲 我們趕緊出發吧 好 各就各位 腦洞大開 超悬能量球集合 好 我的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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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獅們呢 小海獅們 我們來了 工程運輸車哥德 讓我們一起出發吧 小巴哥德 安全抵達 海獅就要活動 開始 是 來吧 小可愛 這裡有你們最愛吃的飛魚 這裡有你們最愛吃的飛魚 哇 幹得好啊 小雞 他們看起來的確是很餓了 夥伴們 投胃野生動物一定要保持距離 注意安全呀 我們可都是專業的唷 吃了魚和藥 他們看上去精神好多了 這次 這次我一定要摸到 我終於可以摸到海獅了 你們快看 旋轉 旋轉 這邊 這邊 這是你得的 哇 你們簡直太聰明了 而且還非常的可愛 第一個任務結束 第二個任務還在等待著我們完成呢 距離太陽下山還有半個小時 我們得趕快收回海洋測溫儀了 小巴 哥德 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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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測溫儀最後發出信號的位置 是這裡嗎 田田 沒錯 海洋測溫儀應該就在這下面 我看到它了 這卡在俠縫裡呢 好樣的 哥德 你試試能不能叫它抓上來 沒問題 先停下 哥德 這樣會把測溫儀拉壞的 數據也有可能會丟失 鹽洞的岩石比預料中的更加堅固 我得找一個更合適的角度 盡量避開那些貝殼 有沒有什麼辦法能讓霞峰變大點呢 要不我去把石頭搬開吧 等等 小金 鹽洞在海底200米以下 那裡的水壓相當於每寸皮膚上都有個胖子在跳舞 我現在最好的潜水記錄只有90米 大家快看 我們的新朋友來了 小海士給我們單禮物了 看來海士們以為我們沒能撈到吃的 所以專程跑來送我們食物呢 他們可真是個小天使 海士們撈起來的貝殼 不會正好是長在岩洞附近的吧 哥德 你能再照一下霞鳳嗎 你們快看 霞鳳好像變大了 真的耶 難道說海士們在補持貝殼的時候 把霞鳳附近的岩石刨鬆了嗎 我們可以請海士們幫忙呀 夥伴們 等他們向縫隙跑開些 哥德就能順利叫出測溫儀了 我查到有的國家會和海士合作 打撈掉進海裡的火箭殘骸呢 通過長時間相處和海士們培養默契 讓海士們能明白特定的手勢意思 我想請海士幫忙打撈的辦法可以試試看 我們可以讓海士們認為貝殼就是我們需要的 當他們帶回貝殼時我們就給他們一些小魚做獎勵 如果他們能帶上監控就更好了 我們也能通過屏幕觀察霞鳳的寬度變化 那我可以給海士們設計一個徽章 登登你們看這個怎麼樣 哇這個設計真棒 那我來給徽章安裝攝像頭感應器這類的設備吧 我算好了 我們只需要挪開約一平方米的岩石就好 從45度的方向將儀器拉出來 哈哈 我們快行動起來吧 天色越來越暗了呢 現在是海底80米左右的位置 你感覺還好嗎 還不錯 就用你們來指揮我和哥德行動吧 有我看著呢 一定沒問題 看來我們選對了方案 海士們並不排斥徽章呢 我們就是為你開枕 做好扶我們上廚房 打開你的腦洞 就是巢穴仙峰 拋開把上巢穴牽奏 把上巢 synthetic第一局 是什麼 招開了 來去去見方 интересно 礙推章 都逃下来了 海叔们快走开 危险啊 不好 测温1也掉进去了 哥德 看我的 糟了 快回来 小海狮 为什么快走开 太棒了 海狮太棒了 你也很棒 大家很棒 抱歉 抱歉 我太兴奋啦 哈哈哈 转气球比赛开幕式开始啦 哈哈哈 今天的小金 你就活力四叔呀 阿滴 我们可不能认说 现在是热气球表演时间 风速四米每秒 气流稳定 能见度极佳 班纳队长 气象问题 你就交给我吧 我会保障大家的通讯 机械问题 由我不用愁 谢谢大家 但我是你们的队长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好吧好吧 我的超人队长 通讯顺畅 所有器械正常 那么请开始我们的表演吧 哇 太棒了 哇 哇 太棒了 哇 哇 小金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的妈妈 会是一位热气球飞行员 想象一下 夹着浪漫的热气球 环游世界 你妈妈的表演真精彩 谢啦 各位 我保证妈妈听到一定会很高兴的 可是 热气球是怎么升空的呢 我好像没有看到它的喷射引擎呢 嘿嘿 哥德 这个我知道哟 我妈妈说过 是因为气体热胀冷缩 小金说的对 热气球是一种用热空气 产生浮力的气球 空气受热后 体积增大 密度减小 这样热气球里的气体 比外部的空气要轻许多 轻的东西会往上浮 热气球就升起来 需要下降时则停止加热 冷空气重新进入 气球的重力增加就开始下降了 飞行时通过燃烧时间的长短 来控制热气球的上升和下降 而且热气球没有动力 是乘着风飞行的哟 妈妈 我的小金宝贝 几天不见妈妈可想死你了 小金小宝贝又长高了耶 是的妈妈 我可是有像你一样 好好锻炼身体呢 真是太棒了 对了妈妈 来 这就是我的好伙伴们 队长塞拉斯 甜甜 艾迪 阿里还有曼妮莎 班达阿姨好 你们好 孩子们 班达阿姨 你驾驶热气球的时候 驾驶太帅了 明天的比赛你也会参加吗 我一定会给你加油的 当然 明天可是我第一次 作为队长参加比赛 这也太酷了 队长嘞 可是艾迪 身为队长责任也很重大 万事不能马虎 没错 所以明天的比赛 对我非常重要 妈妈 是什么 小金宝贝 是妈妈的体能训练时间到了 然后还得去熟悉明天比赛的 飞行路线 完了还要评估气象条件 所以对不起了 小宝贝 妈妈可能又要先走了 可是 你不能交给别人去做吗 不行 妈妈可是队长 怎么能交给别人呢 等比赛结束后 妈妈带你做热气球飞翔好吗 那好吧 还有我的伙伴们也要一起 一次怎么够呢 当然要很多次了 好嘞 糟糕 妈妮莎 怎么了 我发现一个热带气旋 正快速向明日岛吸来 可是我早上 特意看了明日岛的天气预报 今天没风呀 这是夏季在复热的海面形成的强大的天气系统 由于热空气上升 形成了低压中心 周围的空气围绕着低压中心 形成了气旋 我妈妈 还在熟悉比赛路线 大风会影响我妈妈吗 热气球只能上升或下降 在水平方向没有动力系统 只能靠风力向前飞行 如果风速过大 热气球必须紧急下降并且 否则会发生事故 不 我不要这样 妈妈不能出事 小金 先别着急 我们先连线你妈妈看看 连上了 妈妈 小可爱们 怎么会联系我呢 妈妈 不好了 有热带气旋即将袭袭明日倒 宝贝 今天不是愚人节吧 妈妈 已经没时间开玩笑了 天天应该已经把风暴信息传收给你了 我看到了 天哪 我现在就关闭阀门 准备降落 等等 芒娜阿姨 你下面是一片山谷 没错 不可以降落 你应该上升 妈妈 萨拉斯 你为什么不让妈妈降落 小金别急 我想是因为山谷的地形崎岖 空气的流动更加复杂 登陆会有很多危险因素 在山谷降落会更危险 山谷上空的气流非常平稳 热气球可以先升到高空 飞出山谷去避险 妈妈 小金 巴娜阿姨一定会没事的 我们现在就去救援 一定会救回巴娜阿姨 没错 没错 谢谢大家 那么 现在是超学先锋出洞的时候了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学能量球集合 小金 芥末代表科学 Technology代表技术 Engineering代表工程 Art代表艺术 Mathematic代表数学 Aflastic代表运道 这一切同胎乱 好学些喔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根据气象报告 山谷外面的风速并不大 热气球随风而动 所以很有可能被带到了山谷里 而且山谷地形多植被 山风 沟壑 如果热气球被吹到山谷 就很有可能被地形所困 妈妈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 巴纳阿姨那么厉害 一定会没事的 哥德 向着山谷全速前进 哥德 全速前进 不 我的热气球被卡住了 天哪 必须补充泄漏的热气 加把镜啊 我的小可爱 又还得去参加比赛呢 哦 班纳呼叫指挥中心 坚持住 我的小可爱 我去找人帮忙 完了 完全被困在这里了 我的比赛 我看到热气球了 立即尝试用短步通信 联系吧 纳阿姨 妈妈 妈妈 联系不上 我继续尝试 妈妈 你没事吧 这东西真不好使 班纳阿姨 坚持住 我们马上就来救你 你们说什么 我听不见 距离太远了 班纳阿姨好像听不见 天天 能恢复通讯吗 还是不行 搜索不到信号 那只能靠喊的了 妈妈 坚持住 我们会尽快想办法的 哦 班花 年轻时你妈妈确实是班花 班纳阿姨的热气球破了 热空气正在泄漏 而且喷灯也罢工了 怎么办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先铺设救生气垫 我来计算热空气的消耗速度 嗯 完成 大家听我说 这是一个标准的八级热气球 内含热空气约两千五百立方米 按照它目前的处境 只要热空气少于一千八百立方米 重力就会大于足力 它就会掉下来 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需要给吊篮减肥了 班纳阿姨 你把不要的东西丢下来 妈妈 不要的 丢下来 哦 丢下来 就算有气垫也太高了吧 丢下来 跳就跳吧 我是谁 无所不能的超人队长 妈妈 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妈妈 不是跳 是丢东西 丢东西 哦 对呀 可以丢东西减重 哇 小小吊篮真能装 接下来我们要把漏洞补上 艾迪 交给你发明个缝纫机器人了 收到 陪我 我可以把热气球捕得漂漂亮亮的 但我需要一块漂亮的布 不 热气球可不是普通的布制成的 而是由尼龙织物制成的 开口处用的是耐火材料 太好了 我刚好有这种面料 就放在车里面本来准备自己做帐篷的 好了 哥德 变身云梯车 超铁能量 哥德变身 攻城云梯车 哥德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缝纫机器人 出道 怎么不前进了 这已经是最大高度了 天哪 我们只剩两分钟了 这可麻烦了 如果能飞上去就好了 可惜没时间改造哥德了 飞上去 啊 我有办法了 请让哥德用银梯把我伸上去 然后我可以跳上去 嗯 你是说 好 交给你了 加油 嗯 不 不行 太危险了 小金 你办不到的 小金 快停下 危险 妈妈 请相信我 塞拉斯 你快阻止她 你可是队长 怎么可能让队员冒险呢 玛娜阿姨 请你相信小金 作为一个队长 必须相信自己的队员 啊 队长必须相信自己的队员 发射 发射 啊 嗯 嗯 倒打拉 小家伙 要准备干活了 收到急需反馈 小金他们到达破洞处了 轮到我捧补了 孩子们 干得真棒 那我可不能输了 破洞修补完毕 喷灯修理完成 妈妈 你可以双声起飞了 明白 妈妈 我的小宝贝 大家都笑得好开心啊 小金 你妈妈真棒 真的好吧 准备好了吗 小探险家们 准备好了 各就各位 起飞 嗨 婆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